好 3 2 1 開始 這一組台灣大學帶來的藍波機器人 好 他在偵測 我們這邊也謝謝現場所有的朋友配合 就是閃光燈的部分請不要使用 因為會影響到機器人的一個競賽操作 那他現在已經進入到我們第一間事件處理的房間當中 好 是否正確到了紅色按鈕呢 我們評審現在已經在旁邊定位了 好緊張喔 隊長 有嗎 有嗎 按到了嗎 好 我們有 評審老師說OK 完成第一個房間 好 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之內 藍波先生完成了他第一項任務 緊接著他要進入到我們第二個事件處理發生的現場 好 他開始往著我們 好 小心喔 好 他閃過了那個房間 隊長有需要進去協助 或是有任何需要維修 我想這一場比賽 尤其是這一組台灣大學帶來藍波 由於在上午整個居家巡邏的競賽裡面 他們成績相當的優異 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完成了每一間房間的巡邏 好 現在進入第二間房間裡面了 好 完成第二間房間的巡邏 只花了差不多兩分多鐘的時間 現在剩下最後一間房間 也就是在我們整個比賽的最角落 右上方的最角落 有信心嗎 呃 有一點點 現在比較有一點點 好 隊長有信心嗎 呃 還OK 還OK 我只是想說怎麼一直都是我隊員被訪問到 我覺得很不平衡 好 接近第三間房間的按鈕 你們可以站起來看 如果你們非常需要的話 我們前方也有大螢幕 好 特寫近距離 是否完成 好 三個房間都完成 現在機器人要回到原來的起始點 我想這一段路程對於藍波來講 這根本沒有什麼 就是等於回家的路一樣簡單 藍波回來吧 什麼東西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算論還太早 還太早 好 怎麼 台灣大學同學突然謙虛了起來 早上他們是帶著那個 就是自信滿滿的 是不是 還在跟我在那邊哈拉 現在 現在比較緊繃一點了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今天下午的任務其實難度非常的高 他為什麼又回房間了 他要回去是不是 好 還有時間 五分 三十三秒 三十二秒的時間 相對剩下一半的時間 對於 藍波先生來講 以及我們台灣大學的同學來講 這一段回家的路 相信應該不會太艱困 哇 好現場所有的民眾們也都聚精會神的在關心藍波先生 你們是否要到那個大門口迎接他 沒關係啦 沒關係 就在這裡迎接就好 就在這裡迎接 我很想了解 就是如果在未來 你們能力有限的情形之下 你覺得機器人他可以做到的功能 可以發揮到多麼的無限 應該還是有限啦 那你覺得他最大功能是什麼 可以做到的 可以 可以當女朋友也不錯 可以當女朋友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評審的宣布 是否已經完成進行的 是否已經完成進行的